腦膜炎雙手菌所引起的 我们叫做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个病 这病是戏剧性脑膜炎最常见也最致命的 那即便给抗生素的治疗 约有10到15%的病人还是有致死的风险 那约莫大概有5到20%的个案 它并没有所谓的典型表征 那就直接进展到 脑膜炎败血症的并发症 大约有三成左右的确诊个案 都是4岁以下的儿童 像同住家人 他们染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500到800倍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败血性休克的状况 致死率两个会有一个死掉 它有剧烈头痛高烧不退 意识上是 那甚至有恶心呕吐的状况 那小朋友的族群来讲 很躁动持续呕吐 以及活动力下降做表征 发高烧 就是亲戚手戴口罩 这个是最重要 再来就是打疫苗 脑膜炎双球菌的疫苗 那这个疫苗分别可以使用在 婴幼儿以及你有免疫 缺损的病人